大量土石從山坡上滾滾而下 这一流居然就流向了住家 山土而台风让基隆下起豪雨 在市区民众也面临土石流 逼近门前的窘境 二号晚间东信路有户住家 后门全被泥沙堵住 在这边是一个法院宿舍 你看到当中有一户呢 其实在昨天的晚间十点左右 他们在后面发生了土石流事件 还把他们的后门给挡住了 还是非常危险 因此一家五口是紧急去别的地方住宿 去避难了 一家五口下的不敢睡 紧急逃出 一夜过后回家整理 却还是余气有存满是胆油 昨天晚上九点多 那个后面边多 这个泥水慢慢的流下来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现在就怕越来越大 整个泥土会再冲下来这样 温暖的家被土石入侵 这样的景象也出现在 仁寺路十九项的民宅 泥流夹杂石块 直接就淹进了后阳台 在窗边就能看到杂下的巨大石块 就连厨房也糟了秧 打坏瓦斯桶让现场瓦斯未弥漫 土石堆到二楼高 附近邻居人心惶惶 而不远处的人二路 清晨更出现两次崩落 泥沙和树木冲刷到民宅旁 一早怪手紧急开挖清理 光在基隆市区一夜就出现了 三起土石流清洗住宅的事件 另外在暖暖 一度水雨量破五十毫米 水沿脚踝 居民只希望后续能做好预防工程 才不会让每个台风液 都成了金魂液 华氏新闻综合报道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